有位朋友跟我們留言說這個頭髮特別乾燥 應該怎麼自己來保養呢 我們趕快請出我們的這個生活達人 Jasmine Zhou來幫忙解答 Jasmine你好 哈囉哈囉 你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麼這個頭髮乾燥其實都是我想要問的問題 怎麼樣去自己保養呢 你應該分享一下您的這個生活經驗 好的好的 那其實它是有一個大概的一個步驟的 那我們頭髮太乾燥的話 我們平時洗完頭洗頭的時候 我們就要挑選是比較滋潤的那種洗髮路 我們就不要買這種清爽型的了 然後洗完之後呢 我們就是要用那種柔順的護髮素來保養 我們在塗這個護髮素的時候呢 我們也要記得用我們的手指柱 來給我們的頭皮做按摩 這樣可以減進我們的頭皮的這個水循環 讓頭髮這個變得有光澤 而且能夠更那個滋潤 然後我們要是大家要是有條件的話呢 我們可以定期的去我們的那個理髮店 做局有的這個護理 那我們如果說特別是到冬季這種 特別乾燥的時候呢 我們就是就不要再去做一些傷害頭髮的事情 就比如說去燙一些頭髮啊 或者用手指用這個電熱板之類的這種東西 就讓我們的頭髮有一個歇息 對這個大概我們要這樣保護我們的頭髮 好的好的 那你在這個如果是頭髮特別油呢 你有這個經驗可以分享嗎 頭髮特別油的話 之前我的一個理髮師他告訴我說 如果說你的頭髮洗完之後第二天就油的話 像你這種很容易出油的頭髮 那我們就要選擇男士的這種寒薄荷 或者是比較清爽的這種男士的洗髮路去洗頭 這樣才能讓我們頭髮就是不那麼油 就是控油 男士那個洗髮的反而控油性比較好對不對 是的是的 好的好的 你 хobic 你怎麼會 你拿到 你這樣